关怀弱势家庭儿童 也期望他们在成长后 也有能力回馈社会 爱心手足 慈善会 关怀弱势家庭儿童 期望他们成长后能有一片天 再回馈社会 帮助其他弱势小朋友 这就看见到孩子能步出一片天 他们的成就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不希望他为了很大企业 但是至少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回馈了社会的各角落的 跟他同等成长的朋友 小朋友们鼓励 日日夜夜尽心尽力 大家为了什么 志工行列最主要的 我是觉得人生苦短 大家说什么慈善心什么都不敢 我只要求说在我的志工行列里面 有一颗包容的心 无包容的心你做什么 大家会比较 会争执 包容就是从身边开始 互相行列里面 把互相的缺点说出来 无包容隐瞒 这样大家能进步 能立即团计力 我的志工里面 我不敢说非常好 但是我志工行列 尽心尽力地 配合在社会 各角落 持统团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千里以赴 非常感谢 我们这些伙伴们 鼓励人心人 一路走过来 看到社会有人关怀 他们又有展望 有了明天 他们又有了希望 感谢你 爱是需要不断传承 以循环 将爱传出去 帮助给需要的人 等到他着壮成长之后 再由他帮助其他人 这就是一种爱的循环 十方新闻 黄慧如邓正卜 高雄采访报道